酒驾撞死人的叶少爷昨天出庭 他认了致人与死超速跟酒驾三项的罪名 律师说叶少爷户头里面有大概1100万 要拿来跟受害家属和解 那么今天高雄区公所就召开了调解会了 但是叶少爷没出现 只有叶妈妈出面替儿子来处理 而受害家属呢 则是一个都没到场 调解会也宣告破局 因为尽我最大的诚意处理这件事情 戴着口罩遮掩神情 叶妈妈爱子心切 独自替儿子叶冠亨出席调解会 事发至今叶妈妈替儿子护航 已经不是第一次 说着有诚意要向受害家属道歉 但闯获的叶少爷却没有出面 这场调解会除了叶妈妈死者家属全都没到场 律师透露叶冠亨户头有多达1100多万元的存款 已经遭到假扣押 而这笔金额就是要来和死者家属弹劾解 造成这么严重的灾难 我对被害者家属感到非常的抱歉 除了抱歉我会尽全力去弥补 四日叶少爷出庭时 虽然脚上的石膏已经拆除 伤势明显好转 但还是坐着轮椅 让了智人于死 超速9架3项罪名 遭到起诉求刑7年 叶少爷在法院上首次和受害家属面对面 调解会三方 却只有叶妈妈一人出席 看来叶家所谓的诚意 受害家属还是感受不到 他们不愿意与叶家人协调 要让叶少爷进牢里好好反省 今天新闻记健康白问评高雄报道